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一起读本好书 林达·罗腾伯格的《人人都要有创业者精神》 《人人都要有创业者精神》 讲述了作者20年的研究成果和亲历的创业故事 向我们展示如何在变换的经济环境中不断重塑自我 并立于不败之地 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作为一个企业家 学习如何最小化风险实现梦想 我们所有人都有梦想 你的梦想可能是有一天创立自己的公司 最后获得真正的独立 重要的是获得追求你真正热爱的事情的自由 那么是什么阻止了你? 总之创业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放弃一份轻松的工作 去从事一项全新的工作 这种风险似乎令人生畏 或者可以说我们需要疯狂一点才能迈出这一步 本书的主要内容可以帮助我们铺平道路 减少实现梦想的风险 我们会从数以百计 像我们一样迈出这一步的人身上获得智慧 我们可以把这些建议很好地运用到自己的事业中 不管我们是在计划阶段还是在通往统治世界的路上 接下来我们跟随本书概要性地探讨以下三个问题 星巴克是如何关闭所有门店将股价提高十倍的 如何使得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用不到四分钟的时间 跑完一千六百多米 从不可能变成容易 你是哪种类型的企业家 史蒂夫·乔布斯 比尔盖茨 还是马莎·斯图尔特 本书给出的第一条建议是 要做不可能的事 我们不能听从朋友或家人的建议 当面临人生中的重大决定时 大多数人都会急切地向朋友、家人或伴侣征求意见 但事实上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为什么? 因为我们需要摆脱所谓的心理限制 也就是那些认为我们无法实现目标的信念 这些限制来自对一切未知和不确定事物的基本恐惧 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实际上会加剧这些限制 比如,如果你对辞职创办自己的公司有点怀疑 然后和你的父母谈论这件事 他们可能会感到震惊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50年来 一直从事着朝九晚五的工作 他们的态度自然会使你泄气 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克服心理上的限制呢?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 我们得到消极回应的唯一原因是 人们认为我们不可能完成 这比待在已经完成的领域要困难得多 1954年以前,所有人都认为在四分钟内 跑完1600多米对人体来说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罗杰·班尼斯特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撞举之后 其他16人也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完成了这个撞举 避免心理限制的第二种选择是 不与家人和朋友分享我们的想法 当我们的想法还处于萌芽阶段时 他们是脆弱的 因此我们很容易受到负面反馈的打击 在评价我们的想法时 我们最信任的人可能是最不值得信任的 这是因为他们的反应本质上是情绪化的 他们可能会反对你 因为他们私底下讨厌你 或者因为他们担心你追求梦想的后果 或者他们可能会赞同你 只是为了让你自我膨胀 哇哦,为宠物吸一间酒店 是我听过的最好的主意 这两种方式都是不利于我们的 因为它们会使我们对想法的好坏 产生一种扭曲的看法 第二条建议是 不要过早地承担太大的风险 承担小的,递增的风险 有助于保护我们的早期事业 每个人都知道创业是有风险的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我们可以将风险降到最低 这样我们就不会完全处于危险之中 怎么做呢? 首先,确保一次失败不会毁掉我们 如果我们意识到风险 千万不要承担对我们个人来说 可能是灾难性的风险 比如,不要危及我们养家的能力 值得庆幸的是 大多数企业家似乎都知道这一点 在作者采访过的企业家中 80%的人已经存够了至少一年的生活费 其次,不要急于行动 而是要明智地承担风险 在有可能获得反馈并做出相应调整的情况下 循序渐进地采取措施 这就是美睫部的创始人尼克斯维姆所采取的方法 刚开始创业时 他只是走进当地的鞋店 问能否为他的网店拍一些产品的照片 如果他能做成一笔生意 他就会回到店里 以全价为顾客买鞋 这是一个非常低风险的策略 因为他可以测试他的想法的可行性 而不必投资自己的库存 另一个抵消风险的好方法是利用众筹 或者从大量的在线用户那里筹集少量资金 最著名的众筹网站是Indiegogo和Kickstarter 利用众筹有很多好处 最重要的是 它需要我们把想法推销给大量的人 从而产生有价值的市场投入 如果没有人想投资我们的产品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改变一些东西 第三条建议是学会处理混乱 混乱带来机遇 但我们要忠于我们的核心原则 当我们开始创业时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事情会变得混乱 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要想成功 我们必须学会处理混乱 处理混乱的一个关键因素是 要有创造力 当事情变得混乱 我们感到沮丧的时候 试着发现周围的机会 混乱往往会带来改善的大好机会 世界文明的《哈里波特》的作者 G.K.罗林就是这么做的 20世纪80年代 他在国际特赦组织工作 但他的心并不在那里 当他本应研究侵犯人权的问题时 他却在偷偷地写故事 虽然他因为这一过失被解雇了 但结果却是因祸得福 因为这使得罗林得以做他真正想做的事 继续写作 在混乱中 我们也需要坚持自己的立场 大多数企业家会感到恐慌 完全放弃他们之前深思熟虑的计划 开始尽一切努力 在混乱袭来时生存下来 不要犯这种错误 相反 回顾我们最初的计划和核心原则 并忠实于他们 他们会引导我们前进 星巴克董事长兼前首席执行官 霍华德·舒尔茨的行动 就是证明坚持立场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2008年 星巴克陷入困境 其股票价值暴跌了50% 很多公司都会惊慌失措地挡住 当前任何热门的新趋势 但舒尔茨决定回归公司的核心价值观 提供优质的咖啡 建立强大的咖啡师与顾客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 他在周二下午关闭了 美国所有7100家星巴克门店 重新培训咖啡师 浓缩咖啡的艺术 这一冒险举动 令股票分析师和投资者非常不安 他们担心股市会进一步下跌 但是星巴克的股价却一飞冲天 这表明了即使在动荡时期 也要坚持自己的核心原则的重要性 第四条建议是 向和我们有相同企业家性格的伟大企业家学习 正如人都有不同的性格一样 企业家也有不同的性格 下面有几种不同的企业家性格 每一种都有自己的优缺点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四种基本的企业家性格 第一种 钻石型性格 拥有这种性格的人通常是具有伟大想法的梦想家 他们梦想着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 虽然他们的才华无庸置疑 但这些钻石型企业家也常常以自我为中心 这种性格的人有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 Facebook的马克·扎克伯格和谷歌的谢尔盖布林 第二种 明星型性格 拥有这种性格的人通常是有魅力的领导者 能够在众多不同的人中激发出牢固的忠诚度 他们有潜力迅速在全球取得成功 但不幸的是明星型企业家往往是单打独斗 这样的个人秀往往是明星型企业家的心血来潮 这种性格的人有奥普拉·温福瑞·马莎·斯图尔特和杰斯 第三种 变革型性格 拥有这种性格的人通常在一个老旧的 可能停滞不前的行业工作 希望在这个行业实现转型和振兴 例如星巴克的霍华德·舒尔茨和麦当劳的创始人雷克·罗克 第四种 火箭型性格 他们通常是分析型思考者 他们希望在战略上提高效率 让一切变得更快 更好 成本更低 这些人通常擅长数学和科学 但作为企业家 他们还需要掌握客户服务和管理等领域 微软的比尔盖茨和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 就是这种性格的典型代表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基本的创业性格 接下来我们需要明确自己是哪一种性格 明确这一点将帮助我们了解创业的本能和倾向 使我们更有效率 我们可以研究和自己有相同性格类型的著名企业家 并试着克服他们的缺点 例如 如果你是暂时型性格 你可能会研究史蒂夫·乔布斯 他的弱点是 他经常把员工的想法当成自己的想法 但既然你知道这样做是有风险的 你就可以确保你总是在该表扬员工的时候就表扬 同样的 寻找钻石型同伴 可能会让你发现一些你没有意识到的优点 第五条建议是 为了公司的茁壮成长 我们需要不断创新和改进 我们刚刚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却遇到了一个不知如何处理的问题 现在怎么办呢 基于对企业家面临的常见问题的研究 作者和他的团队编制了一份建议清单 可以帮助我们解决 作为新企业家最有可能遇到的障碍 第一 自断退路 生活就是要做出选择 不可能永远保留所有的选择 一旦我们的公司开始运作 就可以辞掉白天的工作 这样我们就可以专注于重要的事情 第二 解雇熟人 当我们刚刚起步时 可能需要朋友和家人为我们工作 因为我们找不到或顾不起其他人 尽快结束这种状况 找到真正适合这份工作的人 第三 不要害怕微创新 与其花上几个月的时间 试图想出一个关于如何经营的巨大创新 不如寻求持续的渐进的改进 第四 接受改变 但要从小处着手 数据显示 那些曾经一次或两次改变核心商业理念的初创企业 筹得的资金是那些根本没有改变 或改变了两次以上的企业的2.5倍 第五 一口一口吃掉大象 即使我们渴望征服世界 也要记得一口一口吃掉大象 当我们面对一项艰巨的任务时 把它分成更小 更容易处理的部分 最后一条建议是集中注意力 无论我们试图解决什么问题 都要自己一个人专注地仔细研究 这通常会帮助我们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 我们甚至可以考虑举办一次集思广议会 在会上我们可以列出企业所面临的每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可以按照列表逐一解决每个问题 例如 如果我们的材料成本超出预算 客户服务超负荷 有人最近闯入办公室 研究第一个问题 把其他一切问题都抛在脑后 第六条建议是 企业家必须培养领导力 但他们需要好的导师 许多企业家错误地认为 一旦一家企业开始起步 领导的日常运营就像在公园里散步一样简单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要经营好一家企业 我们需要成为一个高效率的领导者 这是大多数企业家最初缺乏的能力 那么我们如何开始成为一名优秀的领导者呢 试着在公司遵循下面这些简单的管理原则 第一 保持公司的敏捷性 将员工分成若干小组 每个小组负责不同的领域 他们可以在领域内进行尝试 并每天开会审查进展情况 第二 培养平易近人的社交性格 如今每个领导者都需要平易近人 从最亲密的商业伙伴到级别最低的员工 甚至美国总统奥巴马也通过社交媒体平台 如Twitter和Reddit 让自己变得平易近人 倾听他人的想法也是一种寻求反馈的好方法 它可以帮助我们改进我们的领导方式 第三 要有警觉性 不要忽视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并先硬地调整自己的领导风格 还有 偶尔承认自己的缺点 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忘记 他们带来的危害 第四 保持本真 作为领导者 我们可以偶尔表现出更温柔 更人性化的一面 暴露弱点 将帮助人们更好地与我们建立联系 从而帮助我们建立更牢固的关系 为了更加迅速地成为一个高效率的领导者 试着找一个导师 或者一个更有经验的 可以给我们建议的领导者 找一个导师是有必要的 因为导师通常从部分是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留意导师所关心的问题 因为他们关心的问题 可能正是员工害怕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 导师是如此重要 所以在整个职业生涯中 我们可能需要寻找许多导师 以获得最大的利益 如果导师对我们越来越不感兴趣 或者我们的专业技能超过了他们 那么是时候换个人了 第七条建议是 努力向员工灌输创业的本能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领导力是公司成功的关键因素 但只有领导力还不够 为了让公司运作良好 我们需要创造一种环境 让员工也有一种归属感 一种他们自己的创业本能 驱使他们不断改进和创新 那么如何灌输这种态度呢 首先它与金钱无关 作家丹尼尔·平克发现 实际上大多数员工并不认为 他们的工资是他们薪酬中最重要的部分 相反 员工想要的奖励是不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比如有一个让他们感到自豪的职称 和自主决策的权利 其次我们还应该是一个灵活的老板 因为这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竞争优势 清洁用品公司高乐市 通过为职业母亲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 让他们更好的兼顾家庭 从而吸引了顶尖人才 然后让公司成为一个文化俱乐部 每个成员都能完美地融入企业文化 这将有助于我们在员工之间建立牢固的联系 当然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放弃那些不合群的人 例如美睫部就是这样做的 一名新员工入职第一周后 公司会给他4000美元让他辞职 因为那些觉得自己不太符合公司文化的人 最有可能拿了钱走人 最后 我们自己也应该努力表现得像个普通员工 就像其他人一样去度假 把孩子的照片放在办公桌上 这是为了向员工表明 他们也可以有私人生活 最后一条建议是 寻找工作和家庭的平衡 如今有很多关于工作和生活平衡的讨论 但平衡本身是有误导性的 因为它意味着为了获得更多 我们需要牺牲一些其他的 要么壮大企业 要么回归家庭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两者兼得 如何才能做大并建立一个大型企业呢 简单地说 我们需要帮助 我们无法独自经营一家大公司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有效地与他人合作 这样做的好处是 其他人可以改进我们最初的想法 或者利用我们早已经失去兴趣的想法 来创造一些具有创新性的东西 其他人也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帮助我们更有效地解决问题 只要我们知道如何经营并领导一个大型企业 所有这些都会转化为一个重要的竞争优势 但是承担了这样的责任 我们怎么能确保自己记得回家陪伴家人呢 充分利用科技 我们可以在家里设立一个办公室进行虚拟会议 尽量避免在早上和晚上开会 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在公司里实现这种平衡是重要的 因为这会向员工表明 他们不必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做出选择 他们可以两者兼得 蒂娜菲的例子就体现了这种平衡方式 她有着辉煌的职业生涯 她既是演员 编剧和制片人 同时也是一位尽职尽责的母亲 和蒂菲娜一样 我们也不应该畏惧 既可以雄心勃勃地追求事业 同时又可以腾出时间陪伴家人 好 现在我们已经对这本书 人人都要有创业者精神 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我们来试着做一个总结 这本书的关键信息是 为了让我们的公司取得成功 我们需要保持冷静 做到以下几点 明智地冒险 当出现混乱时 寻找它所带来的黄金机会 试着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培养我们的领导力来解决问题 作者给出的可行建议是 为了激发创意 组织一次黑客马拉松 许多公司在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 为了保持新鲜和创新 可以考虑偶尔组织一次黑客马拉松 你可以组建一个跨部门团队 让员工花一两天的时间 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 或完成他们选择的一个项目 这个过程可以让他们 在极其短的时间内 想出具有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例如在一次黑客马拉松活动中 一百名硅谷企业家 想出了几种创新的方法 来改善教育 而这些方法是他们 从旧金山飞往伦敦的途中 想出来的 好了 琳达·罗腾伯格的 人人都要有创业者精神 我们就一起读到这里